这颗电阻烧坏了 将直接到指没有18V和5V电压输出 大家好 这里是每一顿客人 在电磁楼 电源板当中 我们发现 有很多这个电阻器 其中有一种 这个没有光泽度的电阻器 令人注目 这种电阻器 就是我们这个教材书 二十六页所讲的 这个氧化膜电阻器 氧化膜电阻器 它的外表通常是比较粗糙 没有光泽度 此类电阻器 它的电路图形符号 与其他的 这个电阻器的符号 是一样的 这种电阻器 在电路当中 它的抗冲击能力比较强 而且它的耐温系数比较高 往往在电路当中 运作线流的功能作用 那么在电路当中 它一旦损坏 那么直接导致后续电路就断开 因为它是直接创联在电路当中 所以它爽坏后门电路 就等于是断开状态 在电磁楼 电路板当中 它就会出现 18伏和正5伏电压 输出为零的故障 当这两个电压都为零的前提下 我们就首先要判断 这颗电阻器的好坏 你学会了吗 更多的电子知识 请持续关注每一灯 可以直接点击下方小黄车 也可以进入每一灯的个人主页 点击专栏里面的课程 可以全面系统的学习 达到快速提高的目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